浪于水 谢谢他 谢谢我 这是港鱼最狼狈的一次集体卖艺 却是中国最感人的一次演出 1991年 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 数千万人遭殃 超百万人无家可归 得知此消息 香港女儿梅艳芳呼吁 港鱼集体卖艺筹集善款 并对岸放话 要不折手段 刚唱完歌的刘德华 听闻有大佬出资一百万 要看熏孔最大时 刘德华二话不说便躺下 碰着的石板 让刘德华足足挨了四锤 石板才终于裂开 刚起身准备开口说话的华仔 突然口吐鲜血 虽说石板是假的 鲜血也是道具血脚 但血浓于水是真的 亚洲飞人科兽量 更是挑战不可能 骑着我的车 飞越两层楼高的人墙 而在众多人墙中 梅艳芳站得最高 身旁便是刘德华成龙 和依仲武行兄弟 他们未穿任何保护设备 赌上姓名 只未筹集三百万扇款 英皇老总杨寿成更是花十万 点名让成龙大哥翻跟头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决定下二十五万五个跟头 拿着想成龙连番七个 刚站定便被曾志伟挑战 我叫你打五个 你打七个 那两个是不是你自己捐 没所谓 并放话 如果有人愿意捐款 随时都可以表演 随后便拿着木捐箱走到观众席 而这长达七小时 超五百多位艺人上台一眼 为灾区筹击一亿多善款 打破了香港慈善捐款的历史记录 但这并不是华仔最后一次这样做 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央视主持几次哽咽落泪 刘德华号召两岸各地母亲 发起五月二关爱行动 将所有演出费用用于救灾工作 中国加油 随时加油 抗龙 韩友林 张学游等明星 纷纷放下工作前去救援 经过不懈努力 筹集三千万多万 哈仔还当着上亿观众面 两次跪地向众人表示感谢 如果要在港台艺人中 跳选最爱国的明星 刘德华绝对能位列榜首 但作为一位火了四十多年的明星 刘德华受欢迎的原因绝不止这么简单 刘德华身为四大天王 却被说唱不过张学游帅过人力 跳不过郭富城 凭闪的碾压流量明星 仅出现一下就能让小鲜肉黯然失色 刘德华出道四十年红了四十年 到底凭什么 那就不得不提他的人品 有一天我在演艺却没有价值 我留下的还有我的屁 2018年 华仔在红杆举办演唱会 表演进行一半时 突然有一位粉丝 从高台摔到刘德华面前 面对如此疯狂举动 刘德华并没有生气 而是耐心询问粉丝有没有受伤 并搂着歌迷送到台下 再三确认粉丝没受伤后 再回到台上摸摸头上的冷汗 而这不是刘德华第一次这么做 2007年 无数人大闷 为何天望刘德华开演唱会 不去北上广返江首场 并在三线城市呼喊浩特 其实只为粉丝的一封信 在开演唱会前 华仔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 华哥 我家太穷了 买不起机票 更看不起你的演唱会 能不能下辈子不要改名字 到时候 我一定去看你演唱会 今天有一个日文古的华民 给我们的老大写过一封信 他说他这辈子太穷了 没办法去看老大的演唱会 他希望老大下辈子还叫刘德华 还看演唱会 或许下辈子 他就可以去看他的演唱会了 看完这封信 刘德华厉害重义 将门票定位100多 将演唱会改到呼喊浩特 给粉丝留下最堂堆 记得我这个名字 刘德华 我下一辈子 我不会改名字 当演唱会来到成都 粉丝听闻刘德华之前的决定 心中十分激动 便冲破几位线 给花仔送花 和他握手后便转身离去 原本并未造成什么影响 打针响 一旁的保安却恼羞成怒 一度将粉丝暗倒在地上 刘德华多次言语 劝解无效 听信之下 便从两米高台一跃而下 冲击为主粉丝的保安中 导致演唱会被迫终止 即便是后刘德华发文道歉 可仍有人抓住不放 多年后 刘德华提起此事 称在于此事还会出手 不过会采用更柔和的方式 很多年我不是跳下台 去打人吗 那打人的那个不对 救那个人也不能不救 但要把刘德华为何如此成本 只因在刚开演唱会时 发生了一次 让他永生难忘的男人事物 93年那一年 我第一场的演唱会在香港 这艺人第一次开演唱会 第一场 有个小孩从那边掉下来 进了医院 本该拥有美好未来的孩子 因争抢气球 无顺度看见卷落 最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在我最后一场走 走了之后 我真的不能唱 就一直在想 哎 待会演唱会怎么样过 怎么过 让刘德华无比自责 从此便更加珍惜粉丝 这可能也是刘德华 一路长红的原因之一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去遭小仙绕舞室 被杨坤怼不算歌手 谁能想到 天望刘德华 会遭小仙绕舞室 2014年 刘德华作为颁奖嘉宾 双手为最火天团XO颁奖 谁料小仙绕不仅全程冷漠 连正眼都没看刘德华 还单手击过奖杯 当视频传到网上后 XO的物理行为 引起华仔粉丝不满 还不尊重前辈 就连韩国人都认为 这番举动太溜烈 即便后来XO华贵道歉 但这件事还是让他们的口碑 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要问不尊重刘德华的后果 有多严重 刘德华和姚昆可谓是感动身受 2011年 刘德华演唱会与刘德华撞党 有记者采访他 不提望打这台会害怕吗 只见刘德华不屑地称 不怕我和他不一样 我跟刘德华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就是 我上过音乐学院 他没上过 就不一样 晚辈戏谑前辈学历低 瞬间引起千层浪 不少媒体也顺风点火道 究竟刘德华是王者 还是刘德华的后来者居上 但奇迹没有发生 没有做宣传的刘德华门票秒空 刘德华演唱会现场只有几千人 甚至还在某场活动上 被大学生扔硬币 最终被粉丝联合封杀 而怼到了让华语乐团倒退15年 花几百块钱做一个demo就可以怼上去 突然一夜火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真的这些歌是没有品质的 是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了15年 吐槽不认识田正的杨坤 田正我不认识 会吸引流量不惜公然吐槽华仔不算歌手 刘德华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歌手 难道杨坤不知道华仔是不是铁飞大魔王林子祥吗 粉丝看见杨坤如此狂妄 亦是难忍心中怒火 认为没代表作的杨坤没资格点名天王刘德华 这种行为就是青铜叫向王者 可杨坤丝毫不在意 老道啊 猴斥雷啊 反而兴奏从前去参加商业 打着抢人还未上台 粉丝便齐声大喊刘德华 杨坤杨坤再来一次 三二一 刘德华 刘德华 人的杨坤连头都抬不起来 就连直播带货也无人问津 意识到踢到铁板的杨坤 只好认识保平安 发视频称自己也是华赞粉丝 还谎话 如果大家把视频点报就改名为杨德华 刘德华也是我偶像哥 我也是他的粉丝 你这老梗都说多少点了 半点了你知道吗 来 你都别走啊 你不愿意玩吗 我就玩个大的 你不要人能把这条短视频给我点赞点报了 我走一鸣我告诉你 我就改成杨德华 咱也不知道点赞超8万的视频 为何悄悄被杨坤删除了 难道是玩不起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 感谢如果你认识 愿意玩